王毓民議員辦事處的朋友 佛偉樂其實過去都有幫很多花園街小販 你也說幾句吧 謝謝各位 其實自從大火之後 不是今天說是上次大火之後 我們開始關注街道的管理 特別是一些以前的市政處 因為市政局殺局之後 有一個食環處 在管理上這幫人在武漢館 武漢館進來 引致到花園街其實大火的元兇 要追上那些食環處的元兇 和某些雙雙眼勾結 就是少數人去街坊 用那些擺火 所以火燭就是越需要大 其實過去那兩個月 我們都在這裏 不斷地跟大家說 其實那個真正的兇手 不是小法 而是食環處的監管問題 但是似乎 傳媒就沒有控告他 去仔細和各位市民交流關 所以在這裏 我希望各位傳媒就要有些良心 希望大家可以把真正的原因 向全國市民公布 大火的原因 不是市民引起 而是食環處的管理印法 我覺得 最終文明辦事處 因為我們在這裏 開了房口已經兩個月了 之前都給了些人投訴 但是不要緊 不過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關心社區 是立法會議員的責任 這裏有五個立法會議員 很可惜借得我們能夠站出來 站在市民公布的立場 和受害災民的身上 向政府發聲 我們希望憑良心去做事 我們在這裏 已經是兩個月 我們希望繼續持續下去 監督到食環處 在加拿大管理上的工作 因為食環處在這裏 管理是很特別的 好像之前有一個大口的太太 特地問了一個管理員 那個赤獸 傲晚就被人檢控了 管理上的質素和法例很不清晰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原備的政策的改變 一個完善的中正的政策 令到這班商戶 可以在這裏安居樂業 為香港的環境都奉勵